想要了解說 不曉得現在目前市長的復原情形 現在目前怎麼樣 好,謝謝志文議員 跟大家的關心 那目前復原還算良好 那不過還是要再追蹤一段時間 還是需要追蹤一段時間 因為骨頭的一些喪失 並不是說一天兩天 就可以馬上癒合 還是需要一段的時間 能夠讓他慢慢癒合 那這段時間 市民還是希望說市長 能夠多多保重身體 然後在行程上也盡量不要那麼緊湊 好,謝謝市長 那我在想這段時間 因為市長對本市建設所做的努力 市長先請坐,沒關係 那對於市政 無論是社會福利的推動 以及交通規劃 捷運的建設 以及觀光產業的發展 以及河川防洪的改善 我想都投入相當許多的一些心力 也在中央部會各場預算審議中呢 極力爭取將本市相關的建設 納入前瞻計畫的預算中 讓本市的市政建設可以加速辦理 那本席認為呢 市民真的是也是非常有感覺 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其中呢 在河川的水環境的建設當中 市民也長期關心我們大漢西的一個 河岸的安全 用水的安全 以及交通改善 綠能的利用 以及電塔遷移 和河川環境營造的很多的一些議題 那待會呢 在質詢過程當中也會針對這些議題 也請我們的市長跟市府團隊 針對這個民眾所期待的部分呢 來以一座說明 那首先我想就我們桃園大溪區 有一塊非常保地 應該說保地 因為它就是就位於一個市中心 這是我目前那個質詢的第一個題目 就是題目我訂的是 大溪填心指段市場用地多元的一個規劃 主任你可可請那個議事主任 幫我獻一下好不好 這個目前來講 它位於我們大溪文化路跟復興路 是剛好位於我們老城區 非常精華的一塊用地 那它之前呢 是之前在還未升格前嘛 是屬於我們大溪清潔隊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狀況 那升格後 我們把現在目前升格後 這一塊地是現在的一個使用的一個現況 是吧 局長 我們也有在現場區先看過 這是目前現有的一個現況 那它周邊都用圍裡圍起來 然後裡面呢 就簡單擺一些簡易的一些設備 這是目前使用的一個驚喜 那我剛有說過 這塊地為什麼我剛說 是位於我們老城區 最精華的一個地段 因為我們看到這整個的地段當中 在大溪都市計畫內的市場用地當中 我們看到我剛說過 這條是復興路 這條是文化路 它旁邊鄰近的是一個 有國小 有國中 然後這附近也包含了 包括我們一德里 一心里 跟田心里 這三個里都在這個區塊 還去做 居住 這跟目前來講有三個里 那我現在大概跟你講一下 現有的一個 目前現有的大溪的一個 周邊的一個狀況 我剛有說過 目前來講 這個用地 它臨近的是一德里 一心里 跟田心里 這三個里 人口是屬於我們大溪區的一個 集中的人口區域的一個地區之一 那它這整個人口數呢 佔整個大溪的總人口數是 19.29% 所以這邊的人口數也是不少 但是附近 它僅有一個夏天新的一個活動中心 那一心里沒有任何的一些 里民的一些活動中心 那包含我們現在一德里 一德里目前來講算是我們老城區最大一個里 里民宿也是非常非常多 那一德里那邊它現在僅有一個是辦公室 那平常他們如果說要做一些活動 他們都要借一些民宅的一些倉庫 來去做一些使用 這是目前現有的狀況 現在跟你講的狀況 第二個 我們老城區 當然也有一個圖書館 那但是呢 我們老城區的這個圖書館 它的總面積只有118坪 那它的館長量呢 基本上它目前的座位數也僅有88位 所以每逢像考試期間也好 真的叫做一味難求 那像6日平日不要講 民眾可能一大早5、6點 小朋友可能就要 假日的時候可能就要背著書包 趕快去在那邊排隊 那平日的時候早上甚至居民 想說去那邊看看報章雜誌 看看書籍 也真的是一味難求 這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大溪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大溪重要的一個祭典 都是大溪普祭堂 觀聖地居聖誕的一個聖典 以及繞進的儀式 這也算是我們大溪一年一度的一個盛世 現在不僅是大溪 也包含整個桃園 是整個我們全國都知道 都矚目的一個 所謂的文化祭典的一個盛世 對不對局長 那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說 在這麼一個重要的一個文化資產當中 裡面當然有很多來自於我們各行業特色的一個 社頭組織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文化 跟繞進的相關一些活動 那它具有一些非常鮮明的一些地方的一個特色 但是呢 你想想看 這個社頭文化 也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 但是它很多的一些文化 文物的一些資源 或者是一些展覽的空間 現在也是非常的不夠用 我們必須要借用像那個 木浴生態博物館 那我們也知道木浴生態博物館 有一些管設的面積 跟它的高度跟寬度跟面積 使用空間 如果說在將這些 有些非常感覺到比較擁擠 這事件目前來講 我們大溪 現場目前居民 跟目前的現況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跟他們期盼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今天就利用在總質詢的時間 是藉由這樣的時間來提醒 包括我們的市長 包括我們的市府團隊 那是不是說 剛才我說的這以上的種種 當然現在目前來講 這麼好的一塊用地 隔著在那邊 那個閒著在那邊 真的說實在市長 是不是相當的可惜 那所以呢 我是希望說 那這邊局長 我先請問一下局長 如果說今天這一塊地 現在是屬於你的市場用地 那如果說今天我把剛才 我們民眾所期待的 以及現在我們急迫所需要的這幾個項目 如果納揭在裡面的話 如果以你目前的市場用地 你可以大概簡略做說明 好 謝謝一桌 那我想市場用地從多目標使用的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一桌剛才提到的 不管是集會所還是圖書館 甚至一些這個文物收藏的這個空間 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只是說在整體的考量跟規劃之下 是不是要朝多目標使用 我想這是一個屬於比較上位階層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評估跟規劃 這我來回答好了 好 謝謝市長 這個剛才陳志文議員所建立的這個方向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可行 那因為大溪的一德里一心里 加上田心里 三個里的人口數已經到達大溪20% 那算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第二個他原來幾個活動中心 有的是沒有取得產權 有的比較小 當然這個是 如果能夠有一個大型的活動中心是比較好 那第三大溪的那個圖書館 現在有一個旗鼎分館 一個大溪分館 那這兩個館都很小 那唯一比較大的館是附設在 大溪高中的康莊分館 那即將要在今年設置 那我想這裡如果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圖書館的形態來 我想它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社頭文化館 把我們百年的這些三十幾個社頭的文物 可以典藏 那因為典藏需要一點空間 也需要記錄跟整理 那我覺得社頭文化館是有必要 另外一個是 那個鳳飛飛的這個文物的典藏 因為我想圖書館來典藏 鳳飛飛的這個紀念館是很有需要 那因為它也代表台灣的歌謠的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另外就是 因為它是市場用地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商場 商場的形態 所以這個市二用地如果要規劃的話 是要綜合多元的使用 那我想這個案子 這個是具有可行性 我請這個都發局 民政局跟文化局三個局 來聯合組成一個規劃小組 針對大溪的這個市二用地來開發 我們先做規劃草案 我擇旗再去現場 來現地勘察 那我想這個地目前是低度用途 目前要用做資源回收還是什麼用途而已 所以公務客做他的那個倉庫跟停車場 跟市長報告 因為我們有去現地看過 它現在目前來講只有一小個空間 是做所謂的一些堆放一些雜物 但是幾乎整塊面積都閒置在那裡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個在大溪的復興路文化路口 算是大溪的市中心 所以我想這使用強度可以高一點 那我想幾個可能的設施 剛才講過的圖書館 那附設有攝頭文化館 或者鳳飛飛的文物的那個收藏的中心 加上這個里民活動中心等等 我來做一個初步規劃以後再到現場看 那我想這個也就大溪來講 我是認為大溪確實在圖書館的資源上比較不足 而大溪是一個很有歷史文化的地方 我們應該蓋一個比較好的圖書館 好 謝謝市長 那我也是希望說提取我們市長 如果說在行程方面 如果說允許之下 希望也能夠 先做行政部門內部的意見整合跟規劃 那法規的司法性也完成 那我們初步整理完以後 再到現場勘查再來確定 那如果來得及 我們就把它編入明年的預算 好 感恩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我想說這一塊地真的每天都用圍裡圍著 民眾天天這樣子看 那也不曉得說這一塊到底我們未來 市府到底對這個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那剛才也謝謝市長 做一個非常詳盡的一個解說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勞我們這些局處 讓會後盡快來做一個綜合的一個規劃 能符合我們民眾的一個期待 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嘛 那市長因為前一陣子 因為常常往返台北跟桃園之間 就是爭取我們一些前瞻計劃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部分當中也包含我們大汗西的一個 雪環境的一些相當的一個計劃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 其實長期以來 我想很多的科士也不陌生 因為不管是在工作報告或總質詢當中 我很多次從以前到現在最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我們大汗西的相關的一些建設跟土地 解編的一些相關土地一個解編的一個解套的方式 跟一些交通問題嘛 對不對 那現在目前來講真的 我知道其中在以前諮詢到現在目前來講 已經有一些眉目也有一些進展了 所以希望利用這一次的總質詢時間 來跟師傅 來請師傅來做一些說明 第一個 我們先從大汗西的一個右岸開始 大汗西的右岸居上 你先請坐沒關係 大汗西的右岸 我們先從右岸開始看 右岸當中我們從 由上而下 就是由石門水庫的部分 往下游 依序的順序 就是由我們南院昨天去年熱熱鬧鬧開幕的一個 北台灣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的熱氣球加年華的活動 那因為去年辦的口碑相當相當的好 那所以今年呢 民眾也很多民眾也在期待 今年的一個熱氣球的一個活動 一系列的活動的一個發展 那過來呢 就是一個西州轉運轉 那再過來呢 就是月梅休閒農業特定區 再接下來就是三珠湖生態園區 在三珠湖生態園區那邊呢 有一個跨橋 跨到中莊調整池 那我們現在就跨到左岸 跨到左岸之後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整個的 打造國際型的一個 水域的一個生態環境 再過來就是 再接下來往上游推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 包括電塔遷移的問題 防菌道路的一個設置 然後再往上就有我們一些 綠人的一些發展 然後還有一些高攤定的一個使用等等 這個就是包含我們的 大漢溪的右岸跟左岸 目前大致上一個規劃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邊來講 好我們接下來就請各單位 來一一大概做說明 我們接下來我們先從右岸開始 右岸我剛剛有講到 那個加年南越的 熱氣球的一個加年華的活動 我想呢民眾都非常期盼 今年有沒有一些經驗的一些亮點 當然呢我們要保有一些秘密 等六月一號的時候 市長來親自為大家做解說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問一下局長 今年民眾大家所期盼的 南越的一個加年華的一個活動 我們略略的一個解說 目前啊今年會不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一個亮點 第一個以及周邊的交通 跟往年去年比起來 有沒有一些更有效的一些 紓解的方法 是的 謝謝一座長期的關心 尤其在我們熱氣球這個活動期間 一直以來的這個投入跟關心 那去年我們的熱氣球是飛四天 就是兩個六日 那今年的熱氣球呢是飛九天 也就是除了六日之外 一到五的每一天 都一樣有熱氣球升空的活動 是 這是第一個天數加長 天數加長 對的 那麼第二個呢 是我們在夜間有一個光雕秀 光雕秀 其實那個地方最多能夠擺放 是大概五顆左右 但是我們今年呢 希望大概增加 所以目前有六顆的這個夜間的光雕球 也就是說讓這整個南院公園 可以同時起飛的這個球數 增加到六顆 那麼第三個是 我們其實看到熱氣球都是一個傳統的印象 繽紛的這個熱氣球 可是今年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以造型 加入了一個造型球 那今年的造型球呢 是以星際大戰的人物 我相信是大家應該都可以非常的期待 好 謝謝局長 那我想民眾剛才講過 第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其實辦得相當的成功 那這個活動 基本上一直延續下去 對我們桃園市的一些觀光產能 應該有可以發揮很大的一個 可以發揮很大的一個提升的功效吧 是的沒有錯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結合了我們周邊的產業 那包括活魚業者 在地的商家 跟所有的餐飲業者都有加入 都一起收集在我們的這個優惠方案裡面 好 還有第二個部分 剛才我有提到 因為有一些交通規劃部分 今年有沒有跟我們 包括我們交通局 做一些比較更 橫向聯繫的一個密切的一個規劃呢 是 我們這次活動 都一直感謝交通局跟警察局來的協助 今年我們是希望能夠 讓大家能夠來搭乘台灣好行這樣的一個交通工具 來減緩小客車的一個使用 那當然停車的部分呢 我們也有相關的規劃 不過還是希望透過台灣好行的一個搭配方案 希望大家能夠搭乘大眾運輸過來 好 謝謝 請坐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水務局 針對我們大漢系的一個改善的計畫 那我知道水務局正在推動 就是大科坎溪水與綠休閒園區的一個計畫 對不對 我想請局長一下 針對這個計畫的整體的一個規劃構想 以及目前的一個進度 你大概略略的說明一下 這個計畫的話 我們有申請這個水環境的這個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那總經費是44億 那主要的這個項目有六項 那包含這個我們的主體 主體防護 防護 然後以及這個 專管專用 對 還有這個防汛道路 防汛 那還有我們這個整個跨橋 以及這個環境的一個營造 電塔的一個遷移 那還有我們的綠能的堤防 那最後我們還有增加228公頃的新生地 新生地的一個利用嘛是不是 那這個部分利用的話 是不是就未來 如果說專管專用 未來設置後 那合體的防汛道路 也建構完成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對我們周邊的一些 土地的限制 就可以做一些有效的解編呢 對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因為這個專管的話 那這個就可以確保這個水質的這個 穩定性 那這個污染就會減少 那相關這個 它原先是水質水量保護區 那就可以做適當的一個這個 解編 解編啦 好 謝謝 那剛才您這邊 是不是有提到就是我們的 有關於就是那個房體的部分 那個防汛道路的部分 對 好 那在這邊 那提到這個 我就要請問一下我們交通局 好 水護局局長 你先請坐 交通局 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大溪居民 真的 飽受塞車之苦 不管是周圍 甚至包括老城區 那民眾呢 對於塞車這樣子的一個 也困擾已久了 那其實大家都很期盼說 看有沒有一些可以做其他有效的一些替代道路的一些方案 那剛才水護局有提到了 在大漢溪當中 在位於大漢溪的左岸的部分 未來會公購一個合體道路 他上游從山坑一直到下游的陰戈 那這整段的公里數你知道嗎 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想請問一下 就你專業的評估來講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替代道路 合體道路一旦構置完成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解決 我們現在大溪目前現有的一個塞車的一個狀況 跟一舟報告 這個合體道路基本上我們會配合水護局一起做規劃 那這一個部分 因為它可以直通到下游的山嶺這邊 所以基本上可以大湖的疏解 台山縣進出大溪的用塞 那因為它大概在合體上比較沒有一些交叉路口 所以它的行車速率跟各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它沒有很多的一些交叉路口 對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可以從山坑一直到陰戈 是的 所以真的是多了一條替代道路之後 也希望說能夠輸減我們現在目前的一些大溪塞車的一個狀況 對 好 這是其中的一部分 這是其中一部分 是的 好 謝謝 這個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好 謝謝市長 這個大科砍水與綠這個休閒園區計畫 是 這個有列入前瞻基礎建設 沒錯 計畫大概四十幾億的那個工程 對 那有分做六個項目 項目 系項 六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合體道路 第二是原水專管 對 原水專管 第三是那個綠能園區 新增地做綠能園區 那還有一個是清水環境跟跨河的自行車道 嗯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的電塔千里 對 也可以一路走到那個山坑 農團家都有到 對 包括未來的那個坎津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替代道路 那這個替代道路一方面可以欣賞大汗溪的這個水域風光 那二方面也可以讓進來大溪跟石門水庫可以疏解 所以我認為它交通效益是蠻高的 是 那這裡面大概有如果議員問說到底多長 簡單的講 後池宴到淵山鏈20公里 20公里 那如果到中莊是10公里 是 所以原水專管10公里 提岸道路20公里 我想這很簡單的數字 大約 那整個你看到那個圖是3100公頃 那我們會把它定位成大汗溪都會公園 因為桃園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公園 那這個是整個大汗溪整治計畫裡面 目前的空白 編山鏈以上還沒整治 那我們這個整治計畫如果完成後 配合上中莊調整池跟中莊藍核宴 整個大汗溪的水域跟這個河岸 會完全不一樣 這個應該是歷來 整個大汗溪整治計畫裡面最大的一項 那我是希望 包括綠能園區有200多公頃 那我們會做太陽能 所以將來養護維護整個這個都會公園 它也會有裁員 所以我想這個 而且那裡有幾個原住民的部落 那跟瑞興國宅 旁邊有那個高壓電塔經過 那我們模仿中下游的做法 把電塔遷移到堤房共購 想這未來它生活環境會更好 所以我想這個計畫 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對我們桃園市來講 是非常關鍵 這個還不包括阿姆坪的防禦隧道 防禦隧道 還不包括那個是北水局的工程 那我 這還有一個很大的效益 是 這個剛剛水務局還沒有說 就是原水磚款如果建立以後 將來大溪龍潭水溫保護區可以適當檢討 好 謝謝 現在是為了板心淨水場 取水的考慮 所以把大溪跟龍潭的下游都列為水溫保護區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奇怪 那石門水庫不是在上游嗎 為什麼保護區設在下游 是因為有板心淨水場的考量 那我們現在整個大岸溪保護得很好 大溪浦頂有下水道系統 原樹林排水有立堅帶 大柯坎有濕地公園 那加上這個原水磚管 所以我想大溪被列為 左右兩岸列為水溫保護區 完全限制 這狀況應該可以檢討 那龍潭一部分也可以檢討 好 謝謝 謝謝市長那麼詳盡的說明 那最後針對大漢溪趕散計畫的推動 那本期在這邊希望 我們的市長以及市府團隊 能夠繼續來加速的推動辦理 確實改善周圍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提升市民對市府施政的一個信心 儘快達到優質環境 優質 優良水質 優秀發展的三優目標 好 這個計畫是六年計畫 是 那是從明年開始 所以今年如果我們這個前瞻計畫過了以後 我們整個計畫是送國發會 那麼國發會審議通過後 我們從明年開始 六年為期 會把這個大漢溪整個都會公園 這六大項目都會把它完成 好 謝謝市長 也請市長跟我們的市府團隊來加油 好 謝謝 接下來時間 謝謝 謝謝我們志文議員 那個市長 議長 各位一級主管 各位聯絡人 各位記者 先生女士 還有范老師 大家早 早 那個官旅局好了 官旺局 局長 請問你 五月份我們附近鄉產什麼 五月份有五月桃 五月桃嗎 是 要挑軟的吃還是硬的吃比較好吃 它比較不一樣是 它跟七月桃不一樣是 它是比較脆一點的 脆的好吃喔 它的口感本來就是比較脆 不像水蜜桃一樣的水桌 我請教你 桌子上後期 水蜜桃是要挑軟的吃還是挑軟的吃 每個人口感啦 每個人口感要求不一樣 有些人要吃軟的 水蜜桃是要吃軟的 水蜜桃應該是吃軟的 水蜜桃吃軟的喔 軟桃吃軟的軟的 後來吃水蜜桃吃軟的 軟的難吃 要吃軟的比較好吃 柿子挑軟的吃 柿子挑軟的吃 我這個 是要跟你講 有時候我們那個 各位一級主管處理事情 不要挑軟柿子吃 像蔡迫方軟軟的有時候都不理我 這樣不太好 有時候蔡迫方會火大會發火 請坐 來 那個 市長 我們去巴德國小 你有宣布那個 國小他要改建 對 結果聽聽 我在那之前聽到的消息是說 可能會偏向原地 那個地方想要改變去做改建 但是我怎麼看怎麼聽 還是假案比較好 還是大挪移比較好 結果聽完簡報之後 市長當場才是說用假案 哇 現場 爬得最大聲的最高興 可能是出現 我覺得 市長 這個 很明智 很知道說這個怎麼做 經過校長的簡報之後 這樣子非常好 但是現在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工程總經費 大約有兩億 沒問題 這麼大的工程 你說一個教育工作者 一個校長 他有能力去做發包的動作嗎 去做工程管理嗎 我跟你說 建築圖 平面圖 立體圖 你一般的人看 看不懂 沒有蓋過房子看不懂 沒有空間感 距離感 我們之前去看那個巴德國中有沒有 進去看 哇 一陣花瀾 大家事後諸葛 喂 一樓怎麼去那裡 對 這個發生說 我們 校長 總務主任 懂什麼 懂採購法 懂這些程序 但是按照採購法 去做程序出來之後 才發現說 被建築師擺一道 耍了很大一圈 結果因為我們專業性不足嘛 所以在這裡 那個採訪方式建議市長 我們講了很久了 重大工程超過一定額度以上的工程 就交由我們公務局 新公處那邊去處理 可不可以 好 我來說明一下 巴德國中的活動中心 其實是我們上任前就發包 那後來 這個最近在驗收的過程 有發現一樓挑高不夠 那因為垮巨大 柱子又很粗 結果那個空間 我覺得是蠻有壓迫感的 在設計審查上 確實要檢討 那當然它還有追加 預算的問題 變更設計的問題 所以我 我請教育局說 巴德國中這個案子 要做一次專案檢討 那第二個是 新公處可不可以幫忙協助 第二個 巴德國小 巴德國小這個工程經費 會超過兩億 那因為它等於是學校 百年學校要重新更新 不只是羞羞補補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 就交給新公處來規劃 那目前 目前只有規劃標 是學校發包 那可以轉過來 設計建造還沒發包 那時候規劃跟建築處 討論的時候 新公處 哇來 學校提出需求 由專業的 我們這個新公處的 我們的官員 來幫 一起來參與 這樣蓋出來的東西 才圓滿 我們現在原則上 是一定金額以上 我們都會給這個公務局 新公處來處理 那大型工程 不適合由學校來做 除非這個校長 或者主任過去有辦的經驗 假如說他沒有辦的經驗 我覺得是不適合 讓學校花太多精神在工程上 所以像這種 像這種高達兩億 這已經達標了 我們就請新公處來辦理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請坐 各位請坐 金發局局長 我請教你 我們巴德有個立慶廠 你知道嗎 知道 那個聽說貴局昨天有去現場場刊是嗎 道指寫的 是的 那你們為什麼要場刊 跟一座報告 那因為當初他在這個 辦理新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是經濟部礦物局 合可 在去年的這個3月23號 那最近他辦了一個開工前的說明會 那其中有當地的住戶 有質疑 就是說 大家的取得的這個同意書 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我們昨天 就辦理了一個很正式的會刊 由我們的這個專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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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管處 還有環保局 相關單位去做實際的勘查 這個 250公尺的範圍內 所有住戶的這個戶數 那 看了之後呢 目前我們了解是有四戶人家 對 那後續我想我們會 可以啟動這個行政程序的這個調查 確認 這個 在地的住戶是 確實是同意讓他興建 如果不同意的話 基本上 他的這個新辦事業計畫 就會被這個 推薦 公務員 依法行政 他按照法令的程序 去做所謂的申請 你們的行政處分出來 如果他沒有虛偽造假 你們就按照這個程序 給他發下來 在這裡表達立場 廠方沒辦法鼻子 我跟你講 我也反對立清場在我們巴德 我先把話講到前面 不要被別人說廠方亂搞 我跟你講 公務員依法行政 裡面 那天 那個 說明會 從頭到尾 蔡廠方聽到尾 我都有聽完 我是很好奇說 為什麼 這麼久的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聽說 在他開那場會之前的兩天 還有開過一種會前會 我也第一次聽到 我是比較好奇是說 這上面的處分書 那個 桃園市政府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書 在我們105年9月10號發的 市長 也是鄭文燦 然後 建造 105年11月17號 也是我們市長發的 它是按照一定的程序 然而行慶只要符合規格 我們通通一定照發 這個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什麼 那什麼 人家請我們就發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如果 他的那個市戶的同意書 是 他同意 250公尺內 裡面 他同意 同意給他 時間 這樣 這個 我們都不知道 找人 有找人 找人 這個部分 因為同意書的取得 我們現在就是要確認 他取得的方式 如果他這個取得方式虛偽造假 詐欺 如果確定是這樣子 那 講白了 我們就把他 對 行政程序法的規定是可以撤照的 沒有錯 就撤照 如果這似乎是 沒有 是他 本來就同意了 那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梗 可以叼人家 也不是說雕 我想還是跟一座報告 因為 發德相親跟英格相親 大家都群其反對 他蓋在那裡 因為他基本上是賢物設施 是 我想跟一座報告 因為當初這個 新邁事業計劃的核准的權利 是在經濟部匡務區 我知道 人家都按照程序下來 我們也是按照程序發給人家 對不對 現在是說因為民意的反彈 你可以因為民意的反彈 然後 他的一切都 如果 如果一切都合法 我們可以把他被照嗎 一切合法當然不能退照 好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發生在 這250公尺的 這個 同意書的部分 是有意義的 如果同意書 需要造假 拜託撤照 我跟你講我也反對 從而到而我也反對 因為基本上 在新北 你現在他的公司登記 叫桃園嗎 好像也不是 在新北 那未來工廠登記 會來找我們 工廠在桃園 公司在新北 雖然新北市在收 放機器在我們這裡 我當然也反對 每個人也反對 烏安員也在我們這裡 當然也反對 現在是說 人家按照合法的行政 處分下來的東西 可以這樣做嗎 這第一點 好 你請坐 市長請回答 好 所以這建築執照 因為有牽到水屋的問題 那假設 我們現在進行行政調查 說250公尺範圍內 居民的同意書 是否真實 是否造假 等等 文件如果造假的話 可以撤照 那撤照以後 連建造都會撤掉 所以這案子 會回到原點 那我想是這樣子 我今天可以很公開宣誓說 行政調查沒有完成前 所有的程序都停下來 那這一家 這一家利清廠 其實它之前辦開工說明會 那個是偷跑 因為還沒有許可 不能辦開工說明會 目前是未許可狀態 它程序走到一半 前面的執照就算完成 後面還沒完成 他現在拿到執照 這本車裡面下來的執照 他不能開工就對了 不能開工 不能開工 還欠什麼 他現在變更建造 建造還沒許可 還欠金發局 金發局 你最後那個把關 要先有你們的資料 才能開工 他的興辦事業計畫要變更 包括建築執照變更 空屋操作的許可證等等 都還沒拿到 謝謝 因為在現場 其實我是相對比較理性 我想從頭聽到尾了解 看看 但是很多人說 反對污染在巴德 但是我們不反商 這句話非常的矛盾 你知道嗎 我想這樣子 因為早期 礦業用地 可以用非都市土地來變更 他只要250公尺範圍內的 那個居民同意 那我想 未來的立清場 我們採取高標準 讓他進工業區是比較好 那這一套變更方式 我會請環保局跟金發局 針對可能的空屋 影響範圍 它就不只是250公尺 因為附近 1000公尺左右 有巴德的幼兒園 跟巴德的皮塘公園 大足段那個地方 1000公尺範圍內 是有 空屋的部分 我覺得空屋的評估 應該比較大範圍來評估 請問一下市長 你是不是也反對污染 我的意見就是 反對污染 從嚴審查 那如果這個案子沒達標 或者是這個案子有瑕疵 文件不實 我們會把所有的證照撤掉 他的這個裡面 我有聽到 他的那個所謂的 那個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 流化物什麼 排放標準 是低於我們環保局 2000批院以下 而且低很多 他那是 他那是價位書而已 價位書也對不對 他那叫做環保立清場 他說不會有空屋 不過我想 空屋只是我們把關的依據 我們還有其他的標準 謝謝啦 在這裡是講說 很多事情 我們如果沒有做很大的規劃 讓這些所謂的事前規劃 讓這些廠商進到工業區的話 這些漏洞 依然存在 他要設在那裡 三個話取得方便嘛 路方便嘛 人都要救嘛 好謝謝請坐 好接下來我們請 葉明葉 葉議員 葉議員 時間是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以及主管 以及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首先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教育局 局長 我想這個問題 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也不是這個 今年度才發生的 那一直告訴你說 原生國小 這個轉介生 這個 從第一年的八十個 一直到現在 一百四十幾個到一百五十個的轉介生 你要如何來解決 你說我們一直提 一直說 希望能夠增建校舍 那你們的答案就是告訴我們 新建校舍就會影響 就會這個影響到其他周遭的這個 學校的這個這個 招生的問題 那我請問你啊 那你像這種情形 你怎麼辦 這些家長怨聲愛道啊 我明明是買房子 而且是跟我們的學校是同一個理 我只是沒有錢 我只是沒有錢 現在才買而已 我買了 我又不能夠讀在 不能夠在那邊就讀 還要這個走到這個跨縱貫路 跨這個平交道 要到智利 或者是過兩三條的大馬路 這個走到這個內地國小去 那這樣子家長心裡不平衡啊 那我想這些問題 你要如何來解決 我來聽聽 那我之前 之前局長 你信誓旦旦的告訴我說 我們可以來辦特色教育 可以來辦這個雙語教學 那我們也蠻心的這個期待 結果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明年才能辦 那我請問你 那你今年在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有什麼這個完善的方法 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目前還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學生 他就是不甘願 他就是心裡不平衡 不滿意 所以他們現在目前還沒有轉介出去啊 還一直停留在原生國小 希望能夠有一線生機 希望也能夠 看有人沒要落 有沒有機會進去 那像這麼嚴重的問題 那個局長 你難道都沒有感覺嗎 沒有人跟你反應嗎 跟易作做一個說明 我們當初跟內力國小 校長溝通的時候 他認為說到明年 比較能夠有機會 不過我們今年是要求內力國小先試辦 那我們已經合給他 一位外國級的老師 然後今年呢 我們在國小 徵聘教師員兒的時候 有多給他三位 英語教師專長的師資 那麼所以今年就可以試辦 然後明年正式開辦 目前我們做法是這樣子 局長 我告訴你 今天你這個答案 我告訴你 你今天有這個答案 是因為之前 我去學校跟校長來做功能 因為工作報告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不可以辦 要不可以辦 你說是校長說不可以辦 我想請問你 今天就是 你聽校長的 還是校長聽你的 你怎麼可以講說 我這個 這個 這個 在某種情況之下 我們不能夠去辦 你這個有點顛倒是非 跟易作說明 當然就是說 一個學校他要達到一個成熟條件 他才有能力開辦 如果他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我們就要協助他們 所以 我們教育局是站在協助的立場 然後 給他們一個行政指導隊 可是最起碼 最起碼 你要給他一個目標 告訴他說 我們要這樣子做 才能夠解決教育問題 我們要給他支援 你不能夠說 我只給你目標 我們要這樣做 但是呢 你沒有給他支援 你沒有下放支援給他 當然他綁手綁腳 當然校長不敢做 是不是這樣 當初我們跟校長溝通的時候 是希望今年就開辦 但是校長表示有困難 所以我們就積極地協助他們 事在人為 表示有困難 你教育局有沒有決心 市長有決心做 教育局有決心做 都做得對 我們那個市長這麼有魄力 做任何事情都這麼有魄力 怎麼到你教育這邊 你說 這個實際不成熟 你有沒有魄力 事在人為 你知道嗎 小時候老師都教我們說 事在人為 所以我們就合給他一位外師 然後增加三個師資名額給他 讓他的條件更完善 那我想問你 那今年那個校長是跟我 大概是六月二十三號 是二十四號 要開一個這個說明會 是不是這樣子 有確定嗎 確定 你師資那些都已經 都跟他 都支援都有給的嗎 我們外師已經給了 然後這三位英語專長老師 現在正在做國小教師的甄選 目前在甄選中 我想這個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已經這麼多年了 能夠正視正面來正視這個問題 不要一直打高空 不要一直閃東閃西的 你這些家長 你就像你講的 有些是轉戶籍過來 為什麼他們要轉戶籍到原生 可能他們就是認為說 原生是新的學校 這個教育資源比較好 所以他們呢 這個呢 一個出生 一出生就想盡辦法 把他轉戶籍 跟阿公阿嬤住在一起 或者是用寄居的方式 那你又不能告訴他說 你轉戶籍 你不能來這邊讀啊 那反而就是犧牲了 我真正在那邊買房子 我真正在那邊定居的人的這個權利 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們基本上來講 就是內立跟智利兩個學校 因為都是在他周邊嘛 所以學生都在萎縮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局長 學生萎縮我告訴你 這個哈 學生萎縮我不能夠認同 我問過兩個學校啊 他們學生的那個報道率 是99%的喔 他們學生的報道率是99% 以我的了解 內立跟以前最多班的時候 幾乎是少了一大 那是以前 那是因為 環境不同 我們一再強調 為什麼原生國小這麼多學生 是因為他們新開發的 新開發的這個建案多 住戶多 新班來的人多啊 是 是新班來的人多 你不能夠新班來的人多 按你慢班來 你就全力就要受損 叫他去別的地方 你不可以這樣子啊 其實內立是有征班的條件 我們也希望打造他的特色以後呢 他可以學生人數可以回流 就像你講的嘛 你是不是想辦法 讓這個原來在原生學籍的這個學生 能夠呢 能夠呢 讓他呢 這個 會不會來我們內地國小 這個這邊就學嗎 是不是這樣子 讓原來 一開始就想要讀原生的 就簽戶籍的 他們一開始就不用這麼辛苦的說 我自己出席 我就來簽戶籍 為了就是去讀原生 那在內地國小也不錯 也非常的好 有雙語教學 有這個很好的這個 這個資優班對不對 那他們就不會想要想盡辦法去 去這個去簽戶籍 不過我想簽戶籍也是少部分啦 是買房子原來在那邊的是 占大部分啦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市長 市長今天 今天局長所有的答覆你都聽到了 我希望能夠徹底執行好不好 不要講講他還沒記得 等一下 這個報名 這個報名的環境 內立國小發展雙語教育的特色 一個外師三個本 三個新的英語專長老師 那今年會給 那請需要趕快辦說明會 好 謝謝市長 那局長 你要加油 我想這個問題已經 已經把我們搞得很慘了 這個不死是今天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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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農業局 我先問 那你請坐 我先問那個好了 那個環保局 環保局 議長好 我們那個水尾也埋場 那個櫻花公園 我們已經正式啟用了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了解 這啟用之後 他的使用率高不高 對於市民來講 是多一個景點 可以他們去那邊休閒 多個景點 那使用率高不高 我們的目的就是 讓他來使用嘛 是不是 讓他能夠來這邊走一走 散步的時候 順便走一走 然後使用率高一點 讓民眾能夠多一個地方 去做一個休閒運動 做一個散步休閒運動 那你看到我們這個大門 你看到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啊 我不知道這面寬 到底有多寬 但是呢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非常的不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的人帶著那個小朋友 要去的時候 他有一個坡度 他從最底下到上面 有一個坡度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坡度啊 你也沒有任何的一個指滑的 這個像人家 沒有階梯 也沒有做一個指滑 然後兩旁邊呢 是不是可以做個扶手 對不對 因為兩旁邊都沒有 這非常的空曠啦 我不知道你們原來的設計 規劃是怎麼樣啦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呢 第一個 有時候 家長 這個帶著小朋友 去走一走 去參觀一下 就近附近去繞一繞 結果呢 那小朋友有時候 他可能開心啊 在跑的時候 我就曾經看到 當下就是一個小朋友 往下跑的時候 就直接就趴下去了 那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來做改善 幾個地方 譬如說有時候夏天到了 對不對 或者說臨時下午 下午的時間 三八個來的時候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讓人家遮風遮雨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來做這樣的一些 譬如說我們是不是安排個線刊 然後看看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們一起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再看怎麼樣來把它做好 充實這個設施 好 這個封閉二十幾年的這個掩埋場 好不容易把它賦予完成 對 我們就是希望它的這個使用率 能夠達到最高 不要浪費這個這個所有的這個資源 財力對不對 那我想說這個那個請這個 你們安排一個時間 我們去看一下 該增加了 該做的 我們就把它設施把它做完全 好不好 好 謝謝 另外那個水務局 我們銜接的這個 剛才那個公園 我想我們市長對於這個新階溪 其實這老階溪的整治 可以說是費勁的心思 有花了很多的資源 尤其新階溪從上游 一直到 一直到這個 這個最後到這個 這個永福里這邊 可以說 可以做的 可以做這個 步道的 人形步道 綠美化的 大部分都做的 還沒做的 有些部分可以做的 也都在進行當中 那我想 剛才那個 那個公園 這個 這個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永福里 也就是我們新階溪 最後的一個 步道的這個終點 是 好就在這邊 那我想 這裡呢 銜接 這個這個終點 銜接剛才那個 那個公園 大概是大概600公尺左右 那個下一張 就在這邊 對 在這個 這個福德橋 剛才你看到的是 橋的那一面 那 現在你看到的是 這個福德橋 福德橋 你看過去那裡 到那個高速公路下 大概是 我們有會看過 我們有請守護局來會看過 是 你應該知道這個案子嗎 知道 那從這邊 這裡呢 大概只有三個地主 有三家公司 是 那第一次我們會看的時候呢 那三家公司 表示 只要不要動到他們的這個廠房的基地 基本上他們都願意來配合 是 基本上他們都願意來配合 那就是說 第一個要做一些見解的問題 要把見解先做好 到底 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會佔用他們多少的這個 會佔用他們這個多寬的土地 那這邊接過去 這邊接過去 大概600公尺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像美龍橋 再下一張 可以做像美龍橋 這種 這個 懸掛的這個步道 這個銜接過去 市長請你看一下 這個銜接過去 到那邊 那這樣子 整條路來講 我們回到第三張圖面 回到第三張圖面 再前面這樣 我們就可以回到這邊 這邊就可以銜接過去 那讓所有的散步的人 就可以從 從新街西的前端 從美龍橋那邊一直走 走到這邊 接著就到我們這個 剛才的櫻花公園 那市長 我想 你對新街西的整治 都非常 剛才有說過了 對不對 像這樣的一個建設 是不是值得我們 積極來推動 因為這案子已經勘察過 那300公尺長 就從福德橋到水尾橋 那如果能夠 打通串聯的話 會讓新街西的步道更完整 那不過這三個 私人的地主都是工廠 那要取得他們的同意 那目前我知道 中立區公所有完成初步規劃 那我想請水務局跟中立區公所 趕快把土地的實用書拿到 拿到我們就進行規劃設計 市長我想請問你 如果我們沒有佔用到它的土地呢 這個要實際測量 對 如果實際測量 如果實際測量 我們沒有佔用它的土地 這個直接施做 就可以做是嗎 對 那只是說 但是如果說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可能會要稍微用到他們這個 這個土地一點 如果要施工便道的話 我想請那個水務局 跟區公所來協調 因為這三家公司 建融塑膠三兩工業跟金像電子 那在公益區旁邊 我想我們還是用協調的方式來處理 我想我們市長 依你的能力 在我們市政府的 用市政府的這個角度 用我們市政府去跟他們協調 我相信工廠他會 這些企業會很樂意 因為這樣子做的時候 他們後面會變得很乾淨也很漂亮 這個新階系步道這一段很有價值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能夠積極來推動 我也希望這個 這個區長這邊 這個能夠加強一點 然後請 我不知道是我們這邊做 還是區公所來做 我跟一做報告 我們這個跟那個區長 林區長 那都有討論過 那他也有經費 那這三家的這個上市公司 我們也有分別跟他去做拜訪 那他基本上是 因為他假如說要取得這個 這個同意書的話 因為他是上市公司 他要跟股東來做交代 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來施作的話 那他基本上會同意 那所以他的這個 目前現在這個公所已經在做 相關的一個規劃設計 那個我想做懸掛事 基本上不會佔用到他們的土地 我們希望說這一段 能夠趕快來推動 讓市民 而且這樣也會提高 我們這個公園的這個使用率 市長你的認為呢 好這個案子就確定 那我們來推動 謝謝市長你請坐 謝謝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我再請問一下那個水務局局長 是 我們在溪裡面 溪裡面 如果看到是有這個床墊 或者是死豬死鴨 有這些大型的這個家具 那這個是要請你來處理 還是請還是要請這個環保局來處理 應該原則上是有水務局 那假如是在這個橋的底下的話 那因為橋是公務局在管 那是由公務局來處理 哇分得好細喔 橋底下 是 橋底下水裡面 要算公務局 橋的投影面積下面 這一段是由這個公務局來處理 其他的話都是由水務局來處理 我覺得政府把工作真的也分得太細了 也推得太細了吧 連副市長都覺得很好笑耶 水裡面算你們的 這個 這個 柏華 岸邊算這個環保局的 橋的 水流域下面又要算公務局的 哇那這老百姓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很大的床墊 在那黃前夕裡面 我還真不知道要找誰來處理 那應該是由水務局來處理 我想 黃前夕 是個你們大家都政府比較不注重的一個溪 不過那天市長去中山公園的時候 去會看那個網球場的時候 有特別看到說這條溪 我看到市長很用心有特別關心 這條溪是什麼溪 這條溪叫做黃前溪 它的這個下游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我們工業區的這個污水排放口 那邊下一半段 那上游跟中游的部分 這個就是一般 這個內地裡 就是靠近內地裡 還有文化裡的部分 那我想這條溪 我已經注意它很久了 經常都比較沒有人管 然後上中游有養住戶 隨時利用下游的時候 就排放一些這個污水的排放 但是都很少人去了解 很少人去管理 然後下游的部分 這污水排水口的時候 那個污水排放到底有毒污毒 我們也不知道 那可是看得到的是 所有的石頭全部都是黑的 那溪裡面呢 隨時都有腳踏車 有這個床墊 有大型家具 還有垃圾一包一包的往下丟 那我想這個部分 黃前溪的部分 希望我們水務局 是不是也來關心一下 當然目前我這邊有 在環保局這邊有成立一個 黃前溪水巡隊 這個水保護這個水巡隊 我們每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都大概 這個每個禮拜都要動員 大概十幾個人到二十個人 去整條溪去巡邏 也希望能夠把這條黃前溪 能夠打造一個 比較環保 比較清晰一點 那在這個方面 我是不是請這個 我們的水務局 這個適時的 你不行說我們公司會去 你要不關係 這個新街系要整治 老街系要整治 黃前溪這邊 你們也要隨時去做一些整治 做一些處理好不好 我們都會來加強來巡檢 好不好 不要說 不要說 有人公司會來 那我們也希望說你們可以自動自發 好不好 對 我們會自動自發 還有接到人家通報的時候 能夠在第一時間趕快來處理 不要接到通報三天以後才來處理 沒有 我們都接到以後當天一定處理完畢 如果是一條死豬放三天早就已經爛到臭掉了好不好 已經造成很大的污染了 這個部分來請我們的這個局長特別來關心一下 謝謝 那我們的這個農業局局長 局長好 局長我想這次農佛我們今年大概是 今年三億多嘛對不對 將近四億 那明年還有明年正式營運還有兩億多嘛對不對 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經費 我想這些經費應該有沒有包含這個周遭的道路 還有流動廁所 還有我們個裡這個車輛啊 這個個裡這個動員人去看這個車輛的經費 應該沒有吧 這些道路廁所都是在我們包括這裡面 那個我們整個經費 有在你這個預算經費裡面嗎 對 那周邊的道路呢 你要確實講喔 因為我跟你講 你講是話喔 因為我們花這麼多的錢來做這個農博 希望把它推銷出去 把這個農博做好 讓大家來認同 那希望大家來肯定 那如果說有些經費的部分 因為今年四四營運嘛對不對 明年才正式嘛 那很多經費如果萬一不夠 然後我們在今年編列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編列清楚 不要這個 不夠的時候 這邊挖一點 那邊挖一點 就引來很多的話題 那我們這麼好的一個美德 這麼好的一個政策 如果為了一點點的小瑕疵 那就讓人嫌疑到沒有一堆好 那不是很枉然嗎 是不是這樣子 謝謝一座 那我想喔 這個整個農博來說 你覺得市營運下來 市長 我請教你你比較準 整個營運下來 你給我們的農博你打幾分 我想我給這次農博市營運很高的評價 那麼應該有90分 有90分喔 市長你很有信心耶 可是喔我想喔 在這個當中喔 本期有一些 當然啦 有這麼多的人次啦 有這麼多人去參參觀啦 但是我們也要聽聽 這個去看人的聲音啦 我們有開過檢討會 那所有相關的問題喔 也也征詢過我們來參訪的遊客的意見 那不足的地方 有的在當時已經改善 有的是要在明年來改善 好 那市長那你先請說好了 那我想喔 局長啊 你在這個市營運當中 你這個輪值的這個 因為不可能只有你們 不可能只有你們這個農業局的人去輪值班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整個團隊合作來處理 有很多的團隊嘛 各局勢都有派人去嘛對不對 派人去這個協助嘛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團隊合作 這個市團隊的合作 郵拜可推動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建議有幾個點 不能拿農博辦做理由啦 不是啊 就算有人 有公出的話 也要有那個替代的 不不不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來辦會開 我告訴你 交通局的 承辦人員直接跟我講 一做不好意思 最近我們在忙那個農博 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跟你辦 要到月底才有辦法辦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說 業務量比較重 把延期 農博期間 當然他農博為主啊 這種會開案要比較長的時間啊 所以我想喔 在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人力的調動之下 不要影響到這個真正 這個真正上班的時間 農博也是業務 農博也是業務啊 不是農博是另外的業務 農博也是業務之一 可是農博 市長 農博你要用一些人力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案 其他的你可以 其他從哪裡來 這就是你們要想的 你怎麼可以把問題丟給我呢 不是 我們市府的民眾 你要辦這個活動 你就自己想辦法 你怎麼可以把問題丟給我們 問從哪裡 我們今天碰到了 就是說 我們確實有這些問題 對著就跟他說 我們現在辦農博很忙 我們現在辦農博很忙 我們沒有時間 這個 匯看以後再看 這個所有業務 以後再辦啊 業員你要把匯看案提給市府 我來處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 你本身 我們確實有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找麻煩 好 我們不是這個 這個 沒事情找事情做 確實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才跟你歡迎 所以我們說 在明年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 這個部分要特別來做注意一下 對不對 如果農博人力不夠 需要約顧人力的話 我們另外聘 是嗎 你可以從這個方向去嗎 如果是約顧人力的話 好 好啦 那我想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另外 我跟你講這個 市長這個原油車的車輛 也明顯不足 有這麼多人去 原油車也不足 然後 還有我覺得我去的時候 我們坐在原油車上 就是在外面繞一繞 外面繞繞的 也沒有到個管去 那 天氣又熱 然後又沒有地方做 還有一些 這個 這個 殘障人士的這些 一些措施 這個旁邊的這個設備 是明顯 明顯不夠的 明顯不夠的 所以說 你既然要做 就要讓人家方便 讓人家大家都來 那個議員說的 包括油圓車廁所 那休息的那個 樑椅 或者遮陽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 停車空間 這些不足的部分 我們在檢討報告有 我們下 在今年就會改善 明年營運的時候 都會達標 今天 今年市營運 把問題挑出來 明年就會做得100分 對不對 就不要把今年的問題 市營運的問題 到 帶到明年 這個正式營運的來 好不好 有缺點 我想 每個議員都很關心 都給予正面的支持 跟鼓勵 也給予建議 也希望你們 不能說 人說不行 一定 自己要虛心接受 該不對的 就應該來做 好 謝謝議員的執政 好 謝謝 還有一個清創市集 市長你請坐 好 清創市集 我覺得清創區 這個清創市集 我覺得好像 好像是脫節的 都沒有 你覺得呢 你的清創市集裡面 你覺得呢 謝謝議員做的指導 我們這個清創市集 其實在這個農博上 也是蠻大的一個亮點 那我們 50個攤位 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是這個文創 創客 還有這個農夫市集 那農夫市集呢 也是這個會集 我們桃園青年農民聯誼會 我們幾個農民的一個 來展示 可是在我看來 看我 在我看來 你的清創市集 一點特色都沒有 都跟那個隔壁的攤販 跟那個一般的攤販 大概95%雷同 所以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部分 都有跟那個 金發局的美食區 做一個市場的區隔 我告訴你 我每個館 我每個館 大概去繞了一下 這個繞了一下 那我看你這個 青創市集的部分 真的是 真的是要改 要改善的地方 還蠻多的 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還有時間 我希望明年看到的 青創市集 會跟今年環南不同 我們會來努力 會把這個青創的 這個 青創的這個精神 給出來好不好 不要跟一般的市集 一樣好嗎 那我請問你 青創市集的攤位 他們是 他們是承租的方式 我們是免費開放 給我們這個 年輕朋友 來做一個承租 如果是免費開放 我們沒有問題 因為你鼓勵他嘛 讓他有機會嘛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絕對贊成 但是我只希望是說 你青創要有一些特色 不要都完全沒有特色 這個爛魚蔥樹 隨便找一個 青菜找一個 跟隔壁市集一樣的 不會我們會來努力 如果有更好的攤位 也請議員給我們推薦一下 你那個青創市集 我走進去 兩個人走就會打架了 那個生理太好 不是生理太好 你那個走道那麼窄 胖一點人一個人在那邊 轉過來轉過去 你去市首看看 真的 你那個走道太窄了 好這部分我們也會在明年來做改善 兩邊都有攤位嘛 你不是只有一邊嘛 對不對 你兩邊有攤位 你那個你要走道那麼窄 你如果人家進去 講實在了 兩個人根本沒辦法側身而過 沒有辦法 沒辦法太閃心了 好這沒有我們的明年來改善 我想這部分 我們能夠真正的照顧到這個青年人 能夠給他機會 不要亂於充數 好謝謝議員的指導 那個局長 我想綜合這麼多的這個問題也好 我相信每個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我現在來給你看一樣東西 我們這個袋子 這個做宣傳嘛對不對 是我們那個農博在營運期間 市營運期間的一個我們的一個狀態 對對對 這個非常好看也很不錯 也蠻實用的設計的非常好 我想請問你我們有做多少的數量 不好意思 這個是民政局禮賓接待組設計2萬個 2萬個是嗎 我們以當時燈會2萬個來做一個數量 做幾個沒有關係 只要達到廣告效果我們都給予支持 我現在要講的是你們有沒有去做一個驗收的動作 是民政局發包的嗎 是嗎 是 有去驗收嗎 有 有驗收嗎 有 有驗收你沒有發現有問題嗎 呃 您說是哪方面的問題 你都沒有發現有問題嗎 你來看看 你來看看你們的這個 品質是嗎 不是品質 你來看看這有什麼差別 這個整個字啊都硬顛倒啦 可能是沒有 因為他2萬多個一起來齁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一一 2萬多個一起來 最起碼你要做個驗收的動作 你好歹 不管你用抽 是抽樣 你最起碼一箱一箱來嘛對不對 一箱一箱來啊 你這麼嚴重 你這個發出去啊 真的是一笑大方好像笑死一笑 哎呦這農博是怎麼怎麼鬥頭摘啊 自顛倒是嗎 你們 我就不知道說你們到底 你們到底是有驗收 怎麼會驗收這樣的東西 這樣子發出去 市長啊 這你看這是 當然啦 這應該如果有瑕疵品 沒有驗收到的 因為他們在一個一個發啦 那發的人應該會注意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特例啦 那如果是普遍性的 那就是驗收不實 我想不至於發生 那就個別的個案有可能那個 那就這麼巧 不錯啦 這麼剛好叫我拿到 沒關係 也是有可能 那也是有可能啊 那個 市長我想這個部分很明顯啦 這個 兩萬件有可能有瑕疵品 就算我們採購也是一樣 都採購制服 採購什麼都有瑕疵 請那個民政局再做個檢討 好 謝謝 當然 市長你請說啦 我想這個事情是可大可小啦 我也知道啦 你如果要說大就很嚴重啦 講說這個小瑕疵 我也可以認為小瑕疵 不過我想 既然是 既然是我們發包的 也是代表了我們農博 代表了我們農博的精神 代表了我們農博 這個這個 如果這樣子發出去 實在是太難看了啦 謝謝提出來 回去啊 回去啊 到底還剩幾個 或者是說明年還要再做 已經發光了 你就通通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通通都把它做一個這個通盤的檢討 好不好 謝謝 不要再這樣丟人現眼了 這發出去真的是很丟臉啦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很減少 你們如果覺得說這沒關係 那也就算了啦 那反正也沒關係啦 你如果剛剛沒關係就沒關係 錯誤 我們還是趕快會要求他修正這樣 因為現在只看到這一個 如果看到很多個 他們沒有處理就是驗收不死 我告訴你 很多老百姓發回去一架 他才懶得拿來跟你講什麼 看看就好了 如果有發現錯誤 仍然要去追蹤 到底原因在哪裡 好啦 我想啊 還是要特別來重視一下 不要以為說這個沒什麼啦 這個還是丟我們的臉啦 謝謝啊 我們盡量都不要讓它發聲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財政部長 財政局 那個 首先啊 我們還是 來這個 恭喜啊 哈 這個我們的市長真的是哈 史無前例啊 哈 在這個前瞻計畫案裡面呢 我們爭取了這個 兩千多 兩千多億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簡單啦 哈 這個對我們整個桃園市來說哈 這個是喜事一樁啦 哈 但是呢 在我們所擔憂的是哈 哈 在這個兩千多億裡面 當然啊 有很多議員啊 也都已經 啊 問過說欸 該怎麼樣來規劃啊 這個 要如何分配 大致上市長都有跟大家來做說明的哈 那我想 那我想 在這個當中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 我們市政府啊 大概要負擔 一千零七十六億是嗎 要一千多億 對 要負擔一千多億嗎 但是那個有分自償性跟這個非自償性 對 我知道有自償性 我也曉得 這個 局長啊 這個是你的專才啦 你常常都會用一些專業的術語 說啊 這用自償性 這又是怎麼樣 一些專業的術語 來告訴老百姓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實際上 自償性 跟你實際要支付的 這個時間上一定有差距嘛 而且你自償性的這個 這個 這個金額裡面 在 我們 據我所知道 這個 中央 要我們這個 數字寫得太漂亮 簡單的說啦 數字寫得太漂亮了啦 所以說啦 中央一再要我們再做修改 那我想啊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不要常常 用這個 很漂亮的數字 來欺騙老百姓 事實上是怎麼樣 你心裡很清楚 因為你是財政局長 我們不會欺騙老百姓 你們 每次都寫的 這麼好看的數字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說 錢拿來的地方做建設 我們都非常的開心 都非常的高興 也覺得說市長能力非常的好 那但是呢 這個財政的負擔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 也要稍微來做一些規劃 不要用這個專業術語 不要用這個 一些數字 來把它糊弄過去 我想這個事實會證明一切啦 到最後事實會證明說 這些數字到底是真是假 我想你比誰到底清楚 本席要突顯的是說 不要老是把數字寫得太漂亮 該據實以報 該要面對的問題 該要面對的這些財政問題 都要去面對 不要把這個爛攤子 這個再留子孫 你們常常講的 再留子孫 這個就是會在這裡面出現 不要有這種狀況 財政的立場 跟議員的立場是一樣的 那麼絕對要支持地方的建設 那麼這是地方中央的建設呢 我們當然裁員 我們必須要去靠中央的補助 那麼剛好這一次呢 張峰有這樣的一個前瞻計畫 幫我們籌到的中央要補助的經費 那地方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全力的來配合 那至於籌措的方式呢 我們一定會盡力的 能夠自償的部分呢 朝自償的方式處理 那麼非自償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透過預算呢 然後逐年的來看看我們的這個 因為你自償的部分呢 常常常都會比較慢進來嘛 該進來的 該進來比較慢 該出去了馬上出去了 那這樣就變成是 把負債留在後面的意思嘛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就是拿借款來做建設 我們覺得都是可以的 我剛剛講你是專業 你是專業的我都知道 我來說一點 讓那個議員了解 那個 其實我們整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本府的負擔的預算 公務預算大概是在536億 那大概是10年之間編列 所以一年的水準不會超過50左右 那預算的高峰期 我們也會掌握好 那第二個 自償性的預算 有很多是涉及聯合開發 或都市計畫 那這個我們會在 比如說鐵路地下化 或者捷運的綠線 我們會同步進行都市計畫 那讓它調整先做好 那我想不會發生像以前 機場捷運通車了 都市計畫還沒有過的情況 機場捷運2002年定計畫 2004年開始招標 06年施工 那這10年10多年當中 都市計都沒過啊 好 市長 我們當然過去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老百姓選擇你們嘛 對 那我們今天會凸顯這個問題 也是希望說 不要有同樣的問題 產生 自償性預算我們機場規劃 尤其像這個 我就說 你來比較慢啊 出去比較快啊 是不是會這樣子 那是不是如何讓它平衡啊 所以我們很仔細的處理這個問題 像原來綠線 原來綠線 它是108年後才撥款 那這次我就協調到 今年就撥款 所以讓我們財政的利息負擔也降低 市長 我想 我們看得出你很認真 而且我們也相信 我們也相信 下一屆你一定會連任 請聽你有信心嗎 當然連任是責任 連任是責任嘛 也應該有 有很大的信心啊 我想啊 這個 我想今天報紙也登了 就是說 對 你應該不會離開我們桃園 你會繼續把這個 這8年都做滿嘛對不對 會做好做滿做連任 做好做滿做連任 要做好做好 要好到什麼程度 我想 桃園市民有很多的期待跟夢想 我會盡最大力量完成 會用最大力量 我想 老百姓的眼鏡是雪亮的 這個不管接班人也好 或者是連任也好 絕對都不是自己講的 一定是由選民來決定 對 而且呢 你這幾年來 我們都看得到 真的大小場 你都在跑 都很認真 很打招 我也相信 相信 這個老百姓 絕對會選擇最好的 我相信我們兩個都會連任 我們也當然 不好意思 我剛才沒有聽清楚 請問 你一定會連任吧 對不對 我相信我們兩個都會連任 相信我們兩個都會連任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是很認真 我都不敢想太多 我都是全力以赴 那我相信市長你是怎樣都會連任 我認為 那我想 在市政的方面 我想在市政的方面 不管是藍綠也好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你 只要是好的建設 我們大家都 好 謝謝 都是全力之外 那我也希望市長 你是做全民的市長 而不是做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市長 尤其最近 剩下幾秒的事情 我來講一下 最近啊這個 你在各區去開這個什麼 與民有約 是還沒有到中立來 還沒有到中立來開 那就有很多的聲音 那我想你平常 已經這麼認真了 那我也希望你開這個與民有 我不曉得你只有通知 民進黨的這個黨員 來參加 民意代表來參加 還是全部都有 都有通知 如果是 如果是有通知民進黨的話 我認為市長 你是不必要 真的啦 因為你是全民的這個市長 我們大家都很支持你啊 你議長也在這邊啊 我們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 這個議員沒有支持 我們都全力來支持啦 那是民進黨黨部辦的活動 我謹慎來考 謝謝 請坐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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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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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